都知道库里和詹皇是两个冤家 两个对手 虽然他们打不同的位置 库里是控球后卫 詹皇是小前锋 但是两个人互相嘲骂 那么今天也是应网友要求来一场单挑的NBA2K18接头篮球比赛 我来使用库里 对詹皇名人堂难度十分至 无头篮条 好 现在比赛正式开始 两个是不在一个位置上的对位 哇 这个内线真的 是詹皇占据绝对优势 所以我使用库里 今天一定要 多在外线 多在外线投篮 这就是我的打法 也只能这样 内线 对詹皇的话 胜率很小 嗯 快投 嘿嘿 走步了 三分 进了 这就库里 知道了吧 这就是战术 外线 使用库里 没有别的战术 就是三分 再来三分 真皇实在是身体素质太好了 他对库里的这种防守 哇 防太紧了 太紧了 太紧了 好紧好紧 这个 詹皇的外线 真的是很 很那个 很烂啊 詹皇投了几个 外线球都没有进 神吃内线 吃不过 詹皇 哈哈 詹皇三分 又没有进 有啦 超远三分 库里超远三分 哇 詹皇要 使用男人的打法 生吃 太不公平了 库里只有1米9的身高 而詹皇有2米03的身高 哇 差距太大了 诶 哈哈 詹皇这个 外线又没有 又进啦 哇 这库里这种 高难度三分 非常多 进的非常的多 哇 犯规 我还以为詹皇要把我的球给摘掉 摘下 詹皇经典的摘球 要进啦 巴尼三今天打到詹皇吗 就羞辱吗 这决定羞辱 对詹皇羞辱 今天詹皇被羞辱了 又外线又没有进 哎 好 漂亮 9比4还有一球 就可以 赢得比赛 哎 好 赢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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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